自公佈的今年年度人物 香港示威者打入五強止步 但網上投票率最高 都算是在國際上得到認同 而在昨天監警會就審視反修例事件 聘請的國際專家突然退出 都成為了愛國的焦點 監警會9月委辯5位國際專家 協助監警會審視反修例示威 相關的警務工作和程序 監警會的中期報告還未出路 國際專家小組已經決定集體退出 《華爾街日報》引述小組說 監警會欠缺權力和獨立調查能力 包括未能傳召證人 或者逼警員提供證據 小組也關注公眾投訴送交監警會之前 也必須先向警方投訴 考慮到要審視的事件規模和複雜性 小組認為監警會需要達到自由社會裡面 市民要求的監察作用 和監警會討論之後 未能就支持調查工作達成共識 決定退出現時的工作 當監警會有足夠能力 報告6月至9月的示威衝突的時候 小組才會繼續支持和參與工作 小組成員英國基爾大學自然科學研究院院長 施托特說不肯定北京或者香港政府 是否願意成立更加具權力的調查委員會 所以加強監警會權力可能是特區政府最有機會做得到 以回應香港市民要求的獨立調查 這些權力應該包括辨認和保護警隊內外的證人 這次事件怎樣演繹都是一項有趣的研究 國際專家發表的聲明裏面所用的字眼是 formally stand aside from its role 即是他們是辭職還是退出呢 外國媒體的報導用什麼詞語呢 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惠報都用quit 在劍橋字典解作辭職或者放棄 彭博用exit可以解為離開退場 根據劍橋字典stand aside解作讓為退居一旁 民主派議員的演繹就更加貼地了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挖了林鄭一巴 亦都是對即將要出的一個中期報告 是很明顯投了一個不信任票的 我們一直在說的就是根據香港法例 去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不單止是有傳召權 不單止是可以有搜證 亦都是可以獨立於監警會 或者甚至是警方所有些 可能有些不當的一些干涉 或者影響之下是一個獨立的運作 無論如何演繹 五位國際專家在獲委任的三個月內 先後兩次都表示監警會沒有獨立調查權 對現時監警會的審視工作都是當頭棒殼 香港警隊曾經被譽為全世界最優秀警隊之一 在國際刑警組織上面亦有地位 現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曾經借調往法國擔任位於里昂的國際刑警 有組織犯罪及暴力罪案組的主管 反修例風波政治伸延至警民衝突 最近公佈的警隊民望評分是主權移交後最低 一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 對公眾對警隊整體都可以是出路 連國際專家都看得出這一點 政府還是否視而不見呢 明報社評 監警會中期報告尚未出路 卻率先傳出國際專家小組退出的消息 再次反映監警會在權力和制度方面 存在重大缺失 凸顯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重要 政府遲遲未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理由之一是香港有行之有效的法定機制 問題是監警會的制度設計 根本無法有效處理反修例風暴這種規模的警民衝突糾紛 以往所謂行之有效的做法不再管用 當局應該兩條腿走路 一邊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一邊參考外地先進經驗 改革監警機制 顯著加強監警會權力 重建公眾信任 信報社評 監警會國際專家小組成員集體辭職 監警會成立之初 為的是確保警員 自行調查同步的情況下 仍然能夠保持公穩 先天缺陷是三無 沒有調查權 沒有懲處權 半年以來反修例風波 引發多宗警民衝突個案 必然涉及警方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權力不足以釐清真相的話 肯定對監警會公信力大打折扣 說到底檢討離不開調查 調查離不開副權 如果監警會有權調查 就無需領設委員會 如果領設委員會還是無權調查 反修例風波不可能平息 特區政府自該深切反省 這不是面子工程 大公報社評 上訴庭前天拒絕特區政府提出的 暫緩執行令申請 意味著金蒙面法即時失效 當前香港面臨的不是普通的法律爭拗 而是一場由特區法庭所引發的憲制危機 司法獨立絕不意味著司法簽閱 特區法院對緊急法的司法覆核判決 造成了嚴重後果 如果這種錯誤無法被迅速糾正 將會意味著本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認的法律 會逐一被特區法庭推翻 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 絕不能接受 要化解當前這個危機 特區法院必須盡快作出自我糾正 《蘋果日報》社評 300萬選民造成橫數18區的政治海嘯之後 林鄭不但對建制派的敗仗軟然安慰 眾名是暗示 會委任他們擔任某些公職 不管從政治倫理還是實際政治考慮看 林鄭以公職獎勵落選者都是不合理和不道德的 建制派政黨和候選人因為支持政府惡法 違反民意而失去議席是該有的懲罰 也是該負的責任 偏偏林鄭卻遏空他們要坐政治冷板凳 不惜拿珍貴的公共資源和政治位置 當作他們的新政治資本 這個怎會不是赤裸裸的背契民意 硬要和市民作對嗎